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保全你的系统 如果你希望你的Mac里面的资料很安全 避免一些资料外泄的问题 这边有一些入门的方法可以强化系统的保全设定 我们先去系统偏好设定 我先前往安全性选项 首先你需要先输入你的账号密码来做进一步的设定 我可以将这个选项打勾 来确保每一次电脑进入睡眠或是开启萤幕保护程式之后 都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开启操作 然后点选下方的停用自动登入 以避免启动你的Mac的时候没有密码保护 我们接下来点选File Vault 开启File Vault会将你系统内的主资料夹 都以美国政府为机密文件加密的方式进行加密 这样当你的系统遗失、损毁或是遭窃 里面的文件资料都必须通过特定的账号密码方可被开启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CMAC 请不吝点资料备